川菜特色美食 水煮牛肉真的很好吃 今天我教你在家做 首先配料呢 准备了窩笋 先来给它去皮 用潇洒的姿势切成厚片 先用半斤的牛以及肉 这种肉呢比较韧 适合用来做水煮 网友评论说 经常会看我的视频 点暂停和继续跟着学做菜 听到这样的消息 我真的是很开心 说明我这个视频 对你真的是有帮助哦 这腌制牛肉有讲究 先来点生抽和胡椒粉 给它抓拌均匀 先不要加盐 盐下太早了 肉质会变柴 加半个蛋清 色泽更明亮 表面更光滑 最后下豌豆淀粉 淀粉不要用太差 不然很容易脱浆出水 下食用油封浆 不易结成一团 表面不会干燥 把锅烧热下油 先把蒜末和干纳椒扁香 下黄豆芽和窝笋 开大火把它炒香 调料只需要下盐 门火快炒 口感更脆 炒完先垫盘底 锅中再次扁香 葱姜蒜末 豆瓣酱是川菜的灵魂 辣椒粉和花椒粉 使味道更足 辣椒面也是这道菜 必不可少的 在锅中加热扁香 能够把这些味道 全部激发出来 往锅中倒水这一刻 不要被这味道给呛到了 生抽 料酒 胡椒粉 白糖 盐 大火煮开之后 把这些渣渣捞出来 先把火关起来 牛肉一片一片下 你要是不嫌麻烦 点个小红星 证明你再认真看 全部下完之后 再开大火把它烫熟 捞起来 平铺在盘子的表边 淀粉对水勾芡 让汤汁更浓稠 碗豆淀粉 绿豆淀粉 玉米淀粉都可以 撒上蒜末 白芝麻 高油温 把干花椒 干辣椒 香香 淋油即可 我的美食就是一本 活菜谱 不知道吃啥做啥 记得来我这边 找您赶哦